生鮮豆腐搞完了 花的有年炸 年炸 嗯 吃一下 看一下 大家好 我是伯妈 今天去大爷子做生鮮豆腐 好 这 出发 天气好 顺便的舅舅家都在耗天了 耗天在车里面的那个草 好 长很多水草 就在这里有一株 在外面 我很早的 但是我和你配合 这个就很好搞 你的眼儿也没有脊脏 下的 小小可说 比肚子这小小的 长在这个悬崖侧别上面 这下面的90度 笔子的 你要斩豆腐 你不要乱斩的 那样斗来斗地 把这扒挖过多多点 挖什么东西 这个要做看 放了 这个东西还长得也快 一支支枯嘛 这根不熟 这根太不熟 我正在这里 嗯 好 要搞出来了啊 给大家看看啊 什么玩意儿啊 可以做生鲜豆腐 就是在这儿 应该不会错吧 有分线子咯 实际在那儿砍光就臭了 又搞到一根 看上面大叶子不就是它 这个指点如何 就是这种树叶啊 它可以做生鲜豆腐啊 也可以像 就像那个 米豆腐一样的啊 我们本来叫它 酷丹坡叶子啊 有些地方叫生鲜树的叶子啊 生鲜树 这种树叶啊 有一个特点啊 你一摘下来就是很臭很臭 很大的臭味啊 一摘下来就是很臭很臭 一般人可能顶不住 我们从来没做过 今天试做一下 看下什么味道 我都吃不来 啊 老一辈啊 肯定经常吃啊 像我妈都没吃过 她也从来没做过 那是没吃的 老一辈是经常搞这个吃的 可是树叶这么臭 就不知道那个 做出那个生鲜豆腐味道是什么样子啊 贼臭 这一刻就搞完了啊 搞得不多啊 看一下啊 这一刻就搞这么点啊 有个 它是空的话也没小半筒 说太小了 我们再去找一下 好 继续去找啊 你去哪里做的 出汤盆 嗯 刷嘛 刷不得要辣啊 辣要辣 不要辣 请教大师傅 我拿西三个 刷嘛 写来说说这个西三个 你刷了就累哦 那就搞得虧水就可以了 就要不得了 不要辣 就辣要辣 豆腐啦 他们起码走过的嘛 他们只有辣一辈子做过 走过的嘛 不哭不哭 就看他们走过的 我们没搞过去看 你刚刚过你胡档盆走豆腐啊 可以 是有生鲜豆腐 生鲜豆腐嘛 我哭不哭不哭 他们走过的 一天嘛 没有四个就用这的胡档盆一走 那就是用大烧灰 用大烧灰 用大烧灰活着的啊 嗯 好 听见老师傅了 和我做话一模一样 小小的大豆子 这个有没有 大姑娘我今儿看的没有 他今儿都看的 走 我们去找 这儿发现一株 但是这个石头 地方有点抖啊 那个位置有点抖啊 要从那个地方爬 这儿也有点抖 这个地方有一些树枝 可以攀上去 好 老师了 这条弯啊 它在公路边上啊 我上次开车 看到两条五步水 有点小恐怖啊 这也是从石板里面啊 出来的山前水特别阳快 所以说天气日无不舍 喜欢坐在外面上 洗澡喝水啊 嗯 哎呀 吓了 吓了吓了 吓了吓了 就是这个 这个树 肥的虫咬的不像样 这种叶子也很像一个库丹坡 但是它不是 你看这个 爬这个青石街 这个水阳快要一直趴这儿 像猪儿装的 这一堆里面还挺多啊 这个东西也喜欢长那种开锅坡的地方啊 比较喜欢长 山山老林不长的啊 你看我们今天找都是在路上找啊 我们昨天去山山老林一个没看到我 哦 下来了啊 别吃了 啊 掣着嘛 我先掣着 我先掣着 银子来 二边子也是的 这就是库丹坡啊 库丹坡这个字字啊 大家看一下 库丹坡 也叫生鲜树的地方啊 不觉这条是米醋 啊 这条是米醋啊 啊 这条是米醋啊 这条是米醋啊 还从一根树枝挂下来的 估计就是它辣的 咧 咧 咧 你哪都可以让它们开门了 应该是库丹坡在这 你这个要扯啊 银子还没扯 稍微 你扯些 这你也长在这的 米醋 米醋 嗯 搞了这么多了啊 这又发现一颗了 搞完这回不搞了啊 别厚了在这 别厚了在这 别厚了库丹坡 按据来根 这个东西越砍越花啊 就是喜欢长在路边这种东西啊 就是要经常看 它发到就是崩一些啊 就是就是 柱子繁茂一些啊 嗯 你看着就胖脆的 嗯 就是这味道 指尖解慢的 你看 这男朋友解慢的 嗯 冬菇的椰子 那是冬菇的椰子啊 冬菇的 啊 冬菇的 冬菇的 吃什么 冬菇的椰子 没够没够 那天够起来 这个全是那个野茯椰子 也可以吃啊 那个果子里面那个籽子 可以吃的啊 可以当葵花吃 这个叶子也可以吃 这个库丹坡 就是都结果了 叶子变小了 叶子又不是太大 它营养全部都裹着上去了 好够了啊 搞了大半桶啊 慢慢就准备回去了 就回去做生鲜豆腐 现在这东西比较少了 没以前多 以前好多 噓 所以洗一下啊 这个是素材的叶子 这边搞了它就可以了 很干净 这个是叫小库丹坡 它可以做那个 营兴豆腐 还有一种大库丹坡 可以做那个凉粉啊 反正经营做的那种凉粉 你知道吧 但是这个是绿色的 但是也就是做下 这个大库丹坡 一根是麻的 早熟熟的 可以继续搞下了一些点 是 烧点稻草肥 先烧点稻草肥 先烧点稻草肥啊 像做摩浴那些 做豆腐那些 其实都可以用这个稻草肥 其实这个和做那个米豆腐 原理就算一样啊 我们在本地方吃米豆腐 比较松米 就是这个要飞啊 待会儿兑水 要用那个水就可以了 先刷库丹坡一直去 好用机子打吧 刚才刷一下 它一直有点老了 刷不动 要三四月份搞就刷得动 以前老办法是手刷 但是现在有这些机器的 可以用机子打嘛 嗯 加点水啊 这样打得好一些 就放一个机子打 这个机子打得好一些 你看 打得有没有果汁棒的 就是刚好啊 看这个打得非常好 你看这个汁 嗯 倒出来啊 待会儿还要过滤啊 嗯 给它洗水小心 好 搞完了啊 现在过滤 这个 草木灰水啊 就是放着 等会儿也是要过滤的 现在开始捏啊 和捏豆腐一样的啊 把那个汁捏出来 捏了那个汁 捏了那个汁 现在就倒了个草木灰水啊 现在一进去就要硬了啊 嗯 嗯 就怕灰水瘦了 嗯 有点放放半个小时 看反应啊 这些烨鲜的汁 这些烨鲜豆腐 这个水鲜豆腐割完了啊 就是这样啊 刚刚那个水对多的 有点稀 你找到 它都淋载 淋载 嗯 试一下 看一下 它中干要冷 中干是冷的 中干 你当时的水鲜多了多了先吗 抽不非碎 那好的 好的 嗯 取一下 看能变形不 变了 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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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要讲怎么叠样子 叠了哪些 可能是浅灰碎似的 浅灰碎 加了10个是灰碎 大家看下面那层就变了 下面那层激透就是浪了 这是浅灰碎 后食半天的神仙豆腐宣告做失败 你看看有两头那种深绿色的 那就是成功的 底下的 它靠近盆子底部那三分之一是成功的 上面的就没成功了 绿色的 可能就是那个水放多了 应该是水放多了 看什么鬼点 二十一的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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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一下 这个没做成功 但是下面这层确实比较成功了 精盈剔透 就这个 我们下次有机会再尝试一下 这个反正看下还是有一股那个 那个酥粒的味道 它吃起来 就像吃凉粉一样的 感觉和凉粉一模一样 这个应该喝拉乌顿 我觉得喝拉乌顿应该好吃这个 可是它果冻也有点像 我估计丈母娘可能都吃不习惯 我喝拉乌顿下去 这个也没做成功 还是我们做成功 这个也在这儿尝一下 还有这个大裤单盆叶子 我们也没搞过 可能做法和这个一样的 那只是我们现在摸头出来 怎么把它做得又硬又乖 我们是第一次做 很少有人做我们这里 我们也是在网上看到 他们可以做生鲜豆腐 我们这叶子树叶也刚好有 就试一下 还可以 吃起来就和它吃那个凉粉一样的 就那个精盈剔透的凉粉一样的味道 下次再尝试吧 这次失败 好吧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